好 今天我还没分享什么坏字呢 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做见证 感恩啊 我们要请第一位就请 是Johnny吗 Johnny这个传承起来 是讲见证啊 请Johnny来 单身鼓励Johnny 他们一家屋口 刚刚洗了不久 多久了吧 一年半 所以他们非常可爱 牧师可以帮我起名字 一家屋口的名字都是我起的 从头接开始 什么接啊 Johnny Jessica Janet Joel Jonah And Jesus OK 讲点 Hello 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好 先 讲我Johnny本身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吗 我Johnny以前叫Benny 我是一个Banger的Repositor 拖车的 也是做片门的 从来没有做过工作 感谢主 我以前的人格 我的品格 我自己不懂是怎么样 自己从今天开 看回去以前的我 很狂傲 很自大 很暴躁 可是感谢主带领 一年多的带领到今天 我可以顺服上一只小的绵羊 我可以有一个很肯去受教 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很谦卑去为主做任何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人格了 之前的老我 还有之前的老我 还有很多不好的行为 广东话 广东话讲 修养朴都懂 还有加到一个毒品 都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一年之后的我现在 洗礼到一年了 感谢主带领我 也是走出这个黑暗的前世 让我脱离这个完完全全的 做一个新招的人 感谢主耶稣 这样荣耀归给我主 OK Johnny 站住 我要为你祷告 请一个扶手 站住 站住 谢谢主 有两个人 不要害怕 我会祷告 我会祷告 闭上眼睛 祝你神对你说孩子 好 我们请第二位 我们请请我们Can 要讲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把一切荣耀尊贵 全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上帝 也想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我们信的神 是很真实的 在 在我姐姐上个月 要回日本的前一晚 我妈妈已经开始 因为太赶 很少喝到水 没有休息到很多 所以她那一 就说我姐姐要飞的前一晚的时候 她已经太劳累了 她就睡着 睡着了之后 因为我记得我离开 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的 我住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 我十二点走的时候 我妈妈没有发烧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事情 我就回到去店 我冲完凉 然后我就坐下来 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 在我冲凉的时候 圣灵跟我讲 这件回家 回十五号 因为我们有两个家 我们有一个一号 一个十五号 她叫我 回十五号 我从这两个时候 因为我跟圣灵的 的关系是 圣灵整 我可以很清楚 听到她要我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在想 已经降业了 再过去打扰他们 他们明天要去飞机场 我就推掉那个念头 然后我冲完凉了 再回房间 换完衣服 我看一下我的东西 然后看一下经文 妈妈献给我的经文 看完了之后 我就想准备要睡觉 第二次的时候 想准备睡觉的时候 上帝跟我讲 回去十五号看你妈妈 然后我还是觉得 那时候是两点 我从来没有试过 两点降业出去 回去我的家 不吓死他们 他们只是两母女住在 那十五号那间家 虽然那边我们家 是按照上帝的保护很安全 但是我开门的时候 这些东西 会不会他们 吓到他们 是不是有贼进来 我还担心这些东西 所以我到了的时候 我是很小心的 开那个锁头 慢慢好像贼 可以这样走进去 我第三次 我怎么回去的时候 是没有 圣灵真的 已经不是在我的 头脑里面 讲这些事情 圣灵跟我讲 好像牧师 拿麦讲话 这间回去十五号 看你的母亲 现在立刻 我就三点 拿锁石就回家 回去 我没有什么可能 应该是 那么多了 我就真的 还是真的驾驶回去 我回到去的时候 我慢慢轻软 她累过头 她睡着了 她发烧的二三十 几乎接近四十度 她发烧的很厉害 我叫我妈妈 我到家的时候 三点二 两个字文记的 我叫她 二十分钟 她醒不到 她没有醒 我还帮她 用那个冷的东西 骂 给她身体量下来 她都没有反应 这我怕 因为 几年前 我爸爸 他去世 差不多 两年多 我一下子 心回想去 我那时候 我爸爸注意 语言的情况 我心里很挣扎 然后 当时的时候 我只是 接着一直讲方言 我一直讲方言 讲方言 讲方言 我不理什么 讲方言 一直帮她 那我妈妈的眼睛开 她开的时候 因为 还是很烧 然后她 她就 她 她讲话 那时候是因为 她已经没有力了 她烧到已经过聋了 那时候我要准备 叫方言 那时候 圣灵跟我讲 不要担心 等一等 然后我就 我就看妈妈 然后眼睛张开的时候 我就快快准备了 去那边 给妈妈治疗 妈妈治疗之后 就二十分钟之后 妈妈恢复了 那个情形 然后那一晚 因为她渴嗣很 那时候因为是渴嗣 所以是变成支气管发炎 然后她没有跟我讲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 她没有跟我讲到这件事情 但是她渴嗣到很辛苦 她晚上是 因为渴嗣没有睡到 反而 因为你渴嗣晚上没有睡 你的身体会越渴越差 越渴越差 所以我那时候 我那一晚 我一直帮她 用那个Wix 那个Wix 我一直戳她的胸口 一直戳 给她 我跟妈妈讲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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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脏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然后上帝 很感谢上帝 第二天的时候 第二天的时候 就说那时候 她的体温已经降下来了 然后我姐姐还很熟 所以她都不知道我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 然后第二天 我们也没有惊动到她 也没有告诉她 知道我在飞机场 我告诉她 然后奇妙的是 因为那时候 妈妈开始有吃着医生的药 我就看到医生的药 有一点点不适合我妈妈这个状况 我就stop我妈妈的药 我去配一些药给我妈妈 那我很感谢上帝 很感谢上帝 我咬完了 那在药 蛮大碗一下的 有500多ml 600ml这样 喝了一碗 我没有睡过觉 我照顾妈妈三天 我没有睡过觉 我不敢睡觉 蜜哈有啦 但是完全受睡我不敢 然后妈妈真的 喝了之后她没有喝 整晚我到四点 我八点给她喝 我到四点凌晨 我没有听过她 渴受一声 那时候我才放心 我才可以 我睡 那时候又饿 我煮了一个干的面 我吃吃吃吃吃吃吃下 我已经是 我睡着了 妈妈反着起来看到 你吃什么 你什么分高 你帮你 文明在你身后我都分高 我说 我说 好处 好处罐漏名了 真的是一塌糊涂了 然后我 我这个见证 我要讲出来的就是 上帝是很信实的 而且你们 而且我们真的是 我们要 我们要追求圣灵 我们要很 我们要追求圣灵 我们要 我们是要拼 拼你的所有的力量去追 圣灵才会好像 有些人问我 怎么你又会知道 好像我爸爸 那时候我父亲去世以前 的前三天 上帝已经跟我讲 星期一就是了 准备你家人 我就开始跟我的哥哥他们 全部 讲一点点 我没有讲完全部 给他们有一个ready 圣灵很奇妙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那几个月 我自己也病了 我病好了 我自己种了那个活乱症 因为吃了活乱症 我quarantine了自己 一个星期 然后掉水 掉完水了之后 我整个身体弱了 弱了的时候 好了之后 他们把我的尿 血 还有我的physis 全部厌乱 没有东西的时候 我才敢回家看妈妈 然后感谢主 我直接飞走了之后 只有那时候 只有我有时间 陪在妈妈身边 那时候 妈妈就 我就一直陪了三天 然后我帮妈妈做很多事 她泡脚的时候 我记得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煮 我又包东西 给她吃 准备她的早餐 什么东西 然后我又帮她泡脚 全部一样的东西 给她 给她身体舒服 这些东西 然后 又给她准备药材 最后 我帮她 她泡完脚之后 她起来 她跟我讲 Yakina 神福塞的眼 怪塞 我听到 蛤 你是我妈妈 你不需要跟我讲 神福塞 你过来塞 我觉得是 这个是因分我要做到的 但是 这个是 我是儿子 你妈妈不需要 妈妈给我牺牲的 比她 比我牺牲的更多 但是 我 我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永远都是很记得一样东西 上帝跟我讲的 当我 当我 当我为一个人做 任何一样大小事都好 要永远记得 你坐在他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 然后 哈利亚 还有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爱恩堂 爱恩堂市区关怀 这个教会 我很感谢 牧师师母 美满牧师 主席牧师 还有各个领袖 你们的意向 你们的看见 让我们真的能够接触到人群 然后 但是他们是领袖 他们也是人 他们比我们牺牲的更加多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 自己家庭的天伦子的 他们的时间也拿来服侍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要 为我们的领袖 祷告 不要 把领袖 放在我们的祷告最前面 把教会 和 教会还有领袖 放在我们的祷告的最前面 然后才祷告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我的祷告是 持续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的专注力是 我一定要为教会 然后 还有 弟兄姐妹 圣灵 她是在那边 你们一定要敞开心 你给我感受 因为我很记得 牧师对不起 我讲到最后一个 就 那时候我很记得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 我看萨尔母记上下的时候 我记得萨母耳一直教人说 我要听到上帝讲话 我要听到上帝讲话 我要听到上帝跟我讲话 那时候 我就有自己偷偷 给自己一个Christian name 就是Samuel 但是很显然不配 所以没有人 没有人叫我Samuel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上帝给了我一个 真的对圣灵很敏感的 一个对上帝的 上帝很丝毫的身影 都给我知道 而且上帝 他会给我 他给我看到的东西 有时候 是很不同的方式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上帝的 我跟圣灵的关系 就是 我以前 甚至我去食堂 吃东西的时候 我都拿着圣经 放 在正话的时候放20分钟 吃东西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圣经 一直吃 吃面 然后永远我手上 都有一本小圣经的 那个圣经 我永远很多 很多颜色的啦 总之我知道 我看了之后 我又回忆 那时候上帝要跟我讲什么话 就说 最后 我们要回去 上帝的话语 你们要 我们做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圣经 上帝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宝剑 是我们灵 是造就我们灵的最灵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忽略上帝所讲的话语 我们连 我们的圣经 我们都忽略 连 要读圣经的那个可目 都没有在的话 你很难去经历 圣灵要如何在你的身上 要做多大的工作 因为你不认识你的神 你唯有看了圣经 你知道你的神 是一个怎样的神 你知道耶稣基督 是怎样一个耶稣基督 他做的真的是 他有一个manual 就是圣经像一个manual 你要认识了 你要读完了 你认识了 我上帝是这样的 你就敢敢去求 OK 我把这些 我很感谢上帝 上帝一致的最后一样东西 妈妈 之前去年 他动了癌症 他患上癌症 上帝一致了 然后我们再做了一次 medical check up 最近 这一个月 感谢主 没有事情发生 完全 一堆一致 Amen 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谢谢牧师 好 我们请就位 应该另外就是我们要请 请我们的另外一个弟兄 要讲个见证 所以他已经预备好了 感谢主 OK 我们请光来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晚上好 好 不好意思 第一次 站在这么多人的前面 拿麦来讲话 那么 时间也不太够了 我就 我本身很多很多见证 很想跟你们分享 当我信主过后 一切都改变 那么 我就今天讲一个 我最近很骄傲很骄傲的事情 就是 阿免耀的故事 阿免耀我吃了二十八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阿免耀 是相当相当长久的一个段时间 是多岁吃到现在了 我是 在很多人的眼中 在医生 包括我弟弟 本身是医生 是没有可能全副 这个哥哥 去把阿免耀戒掉 十八岁开始吃 多么痛苦的事情 阿免耀的副作用很 很 很毒啊 他可以渗透我们的骨髓 他可以进入我们的脑神经 那么 我也不讲为什么吃阿免耀了 OK 那么 要怎样 要怎样能够 接到这个阿免耀呢 其实我很多东西要接 很多东西要接 但我最成功的就是 最近 最近 我觉得很骄傲很骄傲的 就是我信了足够后呢 我做一样东西 二十多年来 没有人看到我可以做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自己真的不相信 不可以相信 原来今天介入 我是 拿着那本 连圣经都没有看的 Amy姐知道 我连圣经都没有验的 OK 我老板就笑了 我老板就笑了 连圣经都没有看 这样 我就拿着一本圣经 用一个月的时间 只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把这二十五年来的 阿免耀的 那个影 戒掉 我问牧师够时间没有 OK 那么 在这个药影呢 大家想知道 阿免耀的药影吗 很痛苦咯 不要以为 西部就是痛苦 阿免耀更痛苦 那个药影呢 你们一天没有吃药 你是睡不着 那么 你去到哪里 出门也好 出眼门也好 我太太第一件事情 不是帮我拿衣服 是帮我塞那包药 进我的 里行带 没有药 没有药 我会死 如果一个男人就去 吃走会早吃 什么都可以 有些人 但我是说 你去哪里都好 我可以没有钱 我可以没有人 我不可以没有药 没有药我会死掉 我会自杀 没有药 我会装病 没有药呢 一天 两天 三天 我就会发脾气 我就会杀 我会乱做东西 那么感谢神 感谢神 当我 当我领受 我经历很多东西 经历很多东西 这里也有一些 姐妹也帮我一起经历过 有些弟兄 也帮我一起经历过 那么 当我 最后我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 很奇怪的 圣灵会起死我 因为 我愿意改变我自己 如果我 我靠我自己是做不到 我要怎样改变呢 我就说 那感觉很多很多 对不起啊 我把话说短了 说短 那么 在那个阿明耀的药营呢 那么过后以后 如果所有吃阿明耀的 想 和我分享一下的 我愿意 就是说 很奇怪 二十五年来 我弟弟回到来的时候 哥哥 我想见下你的牧师 不可能的 哥哥 他就问 因为 那个阿明耀 一 我就朋友拿 二 也是阿法麻西那边买 三 就是我弟弟寄给我 我弟弟有离开了的 奇怪 这个哥哥这样就没有拿药了 我说 弟弟啊 你不需要寄给我了 你在外面买吗 我说没有 我接了弟弟 他就一下子看着我 他是医生啊 果不可能啊 你在那买药呢 我没有 我不需要买 因为 我信上帝 我有主耶稣带领我 接掉他 很困苦 很困难 接那段时间 那个星期的时候 税真的没有好税 但是 我没有之前 两天 没有只要三天 没有只要那种痛苦 反而 我的痛苦减轻 大不了是睡不着 每天晚上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跟上帝的关系 越来越靠近 每天晚上就是吵他 我睡不着就是吵他 吵到我第四天 六五天的时候 我最喜欢那段时间呢 耶稣也走不着了 那四点到五点 四点到五点的时候 很清晰 就好像现在这样 好像 耶稣跟我讲话的时候 就一直麦 而我跟耶稣讲话的时候呢 就每一句都惊了 要不说那本圣经也是 自己吓自己的 没有用啦 告祷告 所以很痛苦很痛苦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过后 再多一个星期 再多一个星期 我开始睡 第三个星期 我手抖 因为副作用 安眠药的副作用 我手抖 流汗 可能你看到我的时候 跟你讲这些话 我整个人会跳的 会 神经线 神经线啊 会跳啊 整个 或者跟你讲话 不轻 你讲什么的时候 我开始 讲话节奏是 Lost了的 我会跟你一讲 越快 越讲越快 可能我会什么都不讲 可能你问我的时候 我想跟你讲 很久讲不出 到第四个星期 完完全全 很奇怪 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连我弟弟也不相信 我真正的 现在摆到我们前面 我也不吃 你送给我 我也不吃 甚至 我会 将来我会 到很多地方 帮助所有 有 食民的人 有吃安眠药的人 我会帮助他们 戒掉 靠自己是不可能 淡淡白白说 靠自己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 你信上帝 坐进耶稣 一定可以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牧师你们祷告了 所以要顺畅 今晚给你们听 诗篇127篇 诗篇127篇告诉我们 你们清早 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我睡觉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困难 但是唯有耶和华 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有好的睡眠 弟兄姐妹 好的睡眠是钱买不到的 有很好的床 很大的床 睡不着是很痛苦的 关节吃安眠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公安有个恩典 结果弟兄姐妹的祷告 帮助 安慰鼓励 特别太太的多方多时的祷告 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阿妹吗 谢谢主 谢谢我们三位弟兄们的见证 我们有很短时间来听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 在祷告里面不需要记得有神的话 你祷告就有钱柄 好 弟兄姐妹 你手中有没有讲义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拿讲义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讲完第二的要点 所以第一要点是讲的 第二要点我们也讲的 今天讲第三个要点 我们今天主题讲到 如何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 如何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 弟兄姐妹 基督徒不但要被圣灵充满 而且要过了圣灵充满的生活 而且我们要复习一下 所以当讲到第一点 光复圣灵的工作 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 来高级荣耀耶稣之外 叫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上两个礼拜 我们有讲到第一个要点 光复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是要我们的学习 让圣灵在信徒里面有地位 有主权 如何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 我们教会是强调重生 也强调一个人信的主 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的生命 是一个见证耶稣的生命 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 就是让圣灵在信徒身上有地位 有什么呢 主权 这个很重要 弟兄姐妹 当我们信耶稣 不但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从你复活 我们就得救了 那是在我们的应许 神的应许里面 我们得救的人 但地位上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地位上 是神把他身份给了我们 在我们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 有身份的人 魔鬼认得我们 可能人不认识你们 但是魔鬼认得我们是谁 因为有地位 然后不但有地位 让耶稣有地位在我们里面 让耶稣在我们里面 那才是最重要 很多人信我主 没有让耶稣掌权 你还是活着自己的生活 跟耶稣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做做礼拜 一年可能来了三次 第一次可能就是过年来 或是活节来 然后呢可能就来到呢 这个呢 圣诞节来 一年来三次 一些人 一些人更厉害 一生来三次 第一次来就是来教会的时候呢 妈妈的还来教会里面呢 就是应该奉献礼 洗礼 然后第二次 气活了进来 第三次死了后 搬进来 就三次进来 从来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 让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让上帝有地位 在我们圣里面 Give long to Jesus 给这个空间给神在掌权 让他做主 所以一个基督徒 必须有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魔鬼就没有这个钱柄在身上 为什么一个人常常被黑暗前世 魔鬼困扰呢 因为没有让耶稣掌权 所以光个地方就没有黑暗 所以光个地方 黑暗就离开我们 所以我常常都讲 有光个地方就黑暗 就让你离开的 你不要跟你的罪恶 跟你的东西争斗了 你是活在光里面 努力活在正面生活里面 不要讲到负面的东西 活在正面生活当中 基地里面 消极就离开我们 活在正面里面 负面就离开我们 Amen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二件事情 我们讲的 所以第二 就是让圣灵在教会中呢 赐下恩赐 有恩果 所以不但给我们 能力 过了一个得胜生活 有地位给耶稣 有这个的钱 有主权给耶稣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因着圣灵 我们就有恩赐 我们就有这个恩赐来 帮助人 为病人祷告 病人就好起来 我们都说预言 我们开始说 一些的知识言语 智慧言语 刚才我做的就是 发挥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 知识言语 知识言语 就从我们口中 显露出来 所以就这样子 恩赐 但也有很多恩赐的人 我们就 能够帮助教会 得到更大的造就 安慰和鼓励 Amen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因为圣灵 就在我们里面 不当有恩赐 也有恩果 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不当是 他圣灵有充满的恩赐 才干的人 他圣灵有必须彰显的 《加大太书》第五章 22节 23节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包括我们 忍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个都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有这个 耶稣的形象 How to be like Jesus 你就活出圣灵的果子来 让圣灵在你里面 你就自然又活到爱里面 活到这个恩赐里面 良善里面 Amen 好 今天我们就讲第三 第三件事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活到圣灵充满的生活呢 那就是第三个重点 让圣灵在福音上醒大人 持久恩 哦 今天这个是我们常用父的事情 我们感谢神 我们信和主 我们过了一个得圣的生活 我们过了一个呢 什么呢 一个呢 一个得力的生活 因为圣灵在墓里面 但是我忘记了 为什么神要我们得圣 要得力 就是要为祂做见证 所以今天是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去呢 去传扬福音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在喜福的开会当中 我们董事们也在谈了一件事情 今天就是呢 教里面就是一个文化 是不传福音的文化 我们改变成传福音的文化 我们在下个月 在吉隆坡 在布达林 我们有办一个叫 幸福小组 这个是非常办的 今天在台湾已经呢 兴起一个浪潮 整个教会的 宗教的开始 抗中传福音 所以这个传福音 是神的命定 神的命令 当我们开始传福音呢 神说他就必用他的神迹 可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 阿们 所以我们看这个 光复这个事情 所以按照你的讲义 第三个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活在圣灵时代里面 所以圣灵给我们能力 交光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 所以圣灵重生我们之后呢 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 一起做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生命要充满能力 没有能力 无法得胜 无法去呢 荣耀神 好 马上去 神不当给我们得能力去服侍 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呢 完成主的大使命 一起做主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Jesus Christ 你要完成大使命 你必须有个能力 没有能力 无法去呢 完成它 所以这个完成大使命呢 建立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今天无法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 甚至跟着经济 透过祷告里面呢 人性改变 整个国家会慢慢会转变过来 所以神的国也在我们当中掌权 OK 所以十五图行传第一章第三节 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 什么事呢 是关乎神国的事 不单单关心 我们教会里面是 关乎教会以外的 其他教会的事情 关乎整个福隆事情 关乎整个国家的事情 这是心灵神要我们去注意的事情 OK 所以神的国是神掌权的事情 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 让祂做王 让祂做主 所以如果要让神国掌权呢 也就是让使徒行的第一章第八节 应许我们的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这个能力的原文 其他文是 Dynamic 或Dynamic 或Dynamo 小时候你们有骑过脚车吗 脚车不是放一个Dynamo 要往上放到 锤子那边 往上大拉松 这个又亮起来 没有大拉松没有亮的 Dynamo 它因为是Dynamic Dynamic 是一次爆炸性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给谁呢 是给一起信的人 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他就必得着这个能力 难怪为什么国王会被改变 为什么我们 这个Amos 他能够经历上帝的能力 听到神的声音 或者是会说 我们的Johnny 会经历神的改变 都是因为圣灵的大人 我们无法做到 唯有神能够做到 把掌声归给上帝 Amen 唯有圣灵能够做成 教会不再讲圣灵 我们就无法有能力 要多多让圣灵充满 当我们有能力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一起说做见证 做见证 准备为主耶稣而死 为耶稣殉道 这个是言文的 Marta 我们看到 从本家耶路撒冷 从本族犹太前地 到外族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旺邦 做主耶稣的见证 这个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我们看这个整个 活出圣灵充满了生命的 总结 我们讲到圣灵 要在我们信徒里面有地位 有主权 第二呢 我们讲到圣灵要在我们当中呢 给我们恩赐 也给我们恩我 那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 要我们基督圣灵呢 完成主耶稣大使命 彰显福音的大人 一起说福音的大人 感谢主 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 很多人就接着不同的 广道传福音 很多人就因此信主 下个礼拜六 我们感谢主 一共有25个人 接着受洗吧 掌声给神 感谢主 包括我们的国安弟兄 所以有25位 有些个别在家里面受洗的 因为他们老人家 但总是25个人呢 他们这次会受洗 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刚刚信耶稣的人 都刚刚信上帝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来是帮助我们 活出这个圣灵的大人 活出耶稣的形象 活出耶稣的榜样 难怪一汉福音 14章第12节 应许我们说 我要去圣灵才来 我去 所以他来之后呢 就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主说他 你们要比我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圣灵来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圣灵充满 帮助我们进入这个超自然 帮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 帮助我们经历恩赐的应用 帮助我们让圣灵完成 圣灵完全拥有我们这个人 好了 我们成全神的旨意 圣灵充满 帮助我们能够得胜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有三个过程 第一 我们说得救 一起说得救 得救之后呢 我们不当得救的 我们感谢主我们重生的 我们属于耶稣的 但是你要被圣灵充满 叫得利 一起说得利 所以有得救是好 当时要得利 教育就缺乏力量 power we need power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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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能力 能力帮助我们往前走 我们就能够得胜 在启示录 光复讲得胜事情 三个过程 一起说得救 得利 得胜 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 应该有这个榜样 让看到我们是得救的 看到我们是有能力的 看到我们是得胜的 不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基督徒 不是没有见这个基督徒 是有得胜的形象的基督徒 再把掌声归给上帝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能力的人 因为神灵在我们当中 阿们感谢神 我寻求目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呢 匆忙我们 使我们能够向外 往外传福音 今晚上我要祷告 每一个人开始 都要看中传福音 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第16节说呢 福音本是神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The power of God is in gospel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在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觉得今天 真的要时候呢 要起来 让每一个人看中福音 看中如果跟你周边的朋友 同学 同事朋友 都会讲这个 好相信 将你个人见证 将神的作为在身上 人就应的心会转向神 阿们 感谢神 所以透过这个传福音 我们知道福音要 想到每一个人呢 说话 使他们心要转向神 所以 圣灵充满 他应该是一个 爱传福音的人 这句话你要记得 圣灵充满的人 应该是 爱传福音的人 我们看九段经文 首图形传 第四章三十一节 我们看这个经文 刚才我已经读了 刚才我们说 奉献的时候已经读了经文 再读多一次 这经文 太棒了 那 当这个彼得 开始祷告之后 发生什么事呢 第四章 第三十一节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个地 就有个震动了 我们看第四章三十一节 所以 祷告完了 机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什么 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 犯胆讲神的道 因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有勇气来为主做见证 不当然是在我们内部里面有经历神 而是勇敢向外人 向家人传讲这个福音的大人 所以今天你看到吗 一个人祷告之后呢 被圣灵充满 他就会有勇气 有信心 向你周边的人传福音 多少人要看到你家人信主的 家人要归向耶稣的把手会一下 弟兄姐妹 你要祷告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有党量向着你家人传福音 如果没有祷告 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根本就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阿们吧 今晚上 让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会做 我们家人祷告 让我们家人不再一样 我们站起来 阿们今天晚上说 今天 如果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让耶稣 让圣灵 住在他里面 让他有地位 让他掌权 住在我们里面 第二件事情 圣灵充满的人 他的生命应该是有两件事情 有恩赐 有恩果 有恩赐 有财干 有圣灵的果子 恩果 两件事情 第三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他活出生命 应该是呢 彰显福音的大人 完成耶稣的大使命 阿们 结果你记得 圣灵充满的人 是有这种特征 特色 一定让神掌权 阿们 我们国安弟兄 就是过去的时候挣扎 直到耶稣掌权的时候呢 他放松了 都在挣扎了 今晚上我要鼓励很多 弟兄姐妹 也许在某方面 你还在挣扎 slugger 还是fighting 你放下你的fighting 放下你的挣扎 你开始让他掌权 让他做王 让他做主 你安静在神面前 让神工作 Behold 神说 你看啊 Behold 看啊 Be still 你仗着 神来为你挣扎 The Lord will fight for you 不是靠这挣扎 让你安息在神面前 你就必得利 阿们 安息主耶稣 背上你眼睛 把你的双手提起来 今晚上你听到什么 你看见什么 今天你看见什么呢 看见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 听见他们的见证 也听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守徒行传第4章31节说 他们祷告完了 地球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党讲说 诉说 分享神的道 放党 讲神的道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圣灵充满个人 应该勇敢分享福音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今天开始 不要怕 不要惊慌 主说 他必以我们同在 他名叫 以马那里 他的名字是 以马那里 他的名字是 以马那里 天父 今天晚上 感谢祢 让我们 听见 我们弟兄们的见证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因为 因为 在你 在你 没有难成的事 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 主啊 我们相信神迹 我们相信神迹 我们相信超自然 我们相信超自然 我们相信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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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会成就 必会成就 特别是 特别是 在拯救灵魂 在拯救灵魂 的世上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你的应许说 你的应许说 当信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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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家 我和我家 都必得救 都必得救 今晚上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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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我和我家 我和我家 都必得救 都必得救 因为圣灵来 因为圣灵来 就是彰显 就是彰显 福音的大能 施恩给我们 让神的国掌权 叫我们得能力 为主做见证 感谢祢 请我们的祷告 还是奉靠 耶稣的名字 阿们 让我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在那面前 我们感谢祢的话语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得能力之后 我们就能够为祢做见证 今晚上圣灵在充满我们 在灵里面感想赚胆 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今晚上 求祢在我们当中成就 你要成就大事 我们要各多祷告 我们各多亲近祢 今天把赐灵把点子给我们 这些的恩典 就完成了大使命 一切荣耀尊贵 全名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归给我们的主圣灵 因为一切荣耀都给我们的天父 祂配给我们的咱们 我们感恩 我们祷告 乃是奉告耶稣的名字 阿们 今天晚上我们同心合一祷告 祝我们祷告说 祢就是我们的主 祢就是我们的神 祢是配得荣耀珍贵钱笔的 因为一切万物都是祢所创造的 万物都是祢的旨意被创造有的 今天晚上我们去告诉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要同心同意 我们相信祢在那里 那里就必有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说主啊 祢是配得我们上面的神 因为一切全病 荣耀送照都要归给你 今晚上我们看见爱恩堂 主啊成为一个 充满了爱和恩典的教会 当圣力彰醒在门当中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热爱传福音 看中灵魂 看中生命的宝贵 让我们看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每一个人不重要 每一个都是宝贵的 因为今天帮助我们看见 唯有祢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今晚上圣灵啊 再次给我们印记 主祢复兴 就从我们当中开始 恩待我们 把我们弟兄弟的需要 再次献上给祢 我们献上我们赞美给祢 因为祢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必按照祢的旨意成全 必按照祢的旨意成就 你要我们成就事情 因为在你凡事都能 靠着你必能成就 必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感恩祷告 祈求乃是奉靠 耶稣基督得神的名字 阿们 把掌声为耶稣 荣耀耶稣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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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你无限无比的慈爱 以神能感动和团结 与我们今晚上 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从现在至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晚上见 谢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